為了提升中華館中小企業的兩件事 行銷三品與國務 中華館中小企業業會 特別是中華館立體育館基盤普蘭會 只沒有到100多間的春春 電出有1,000多間的政品 全部都是中華在地的好生產 100多間中華館中小企業 電出1,000多間的政品 經濟部長沈隆津 也和親自南派參加開幕式 部長是很肯定中華館中小企業協會用心 透過這種電腦 提供這種平台 讓我們地方的商業 讓我們地方的鄉親 可以進一步 來了解我們地方的商業的發展 對經濟的貢獻 也利用北台 讓大家來交易 交流後不一定 再交易把各地的錢拿出來消費 來促進我們地方的經濟發展 在中華館正確有理所的上品店 為了少年創業家人類 參加上店要導致很大如今 感謝中小企業協會 讓他們有機會把產品拿出來給大家分享 可以讓我們互相之間可以做一個交流的活動 那不管是工業或是食品業 我們都就是可以互相交流 那之所以我們年輕創業想要過來的話 就是因為想要多跟一些各行各業的精英 互相交流學習這樣 指定我們在中小企業 三聘普蘭會 23號禮拜五開始 危機2天 展現出中華工廠業的國學實力 而這機會每學各地在地出場 三星各地的供應人 提升工廠服務的發展 對中華新聞 張七良 中華蔡宏報道